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比加太基要强势 后者则因为长期的战争消耗 几乎彻底失去了对南方奴米底亚地区的控制 最终 罗马仍在埃加迪群岛又获得了一场海上打劫 也彻底将加太基对手打服 在第三次因风暴团灭后 罗马再次放弃了海上行动 为了赢回优势 陆军占据西西里岛上的艾瑞克斯山 它位于罗马控制的帕诺穆斯和加太基控制的德雷帕纳之间 是极为重要的一处阵地 加太基看到罗马人的行动也毫不示弱 派出舰队不停地骚扰意大利南岸 并进军帕诺穆斯 最终 在其西北方的赫克克山落脚 他们不断地发动攻击 却没有任何办法获胜 可以扶揽平原与海湾的艾瑞克斯山这样的消耗战 持续了五年之久 冬得双方筋 皮力尽 罗马一边因为长期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 让国库告庆 公民兵定期回国收割粮食的传统 也让他们的打击不具备真正的连贯性 好在加太基人同样有自己的麻烦 不仅因为长期战争带来的资金和贸易流失 还让南方的奴隶抵押人 纷纷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 因此 在第一次不逆战争的最后阶段 加太基实际上也要同时面对两个对手 由于陆战很难打开局面 罗马人再次将焦点放在海上 因为加太基人只要还能从海上获得增援 就很难被赶出设防严密的城市 长期服役的雇佣军能够在城墙的庇护下坚持很久 公民兵却需要定期替换修整 给了守军以缓息之计 尽管国库已经无力负担海军台支 罗马的富裕公民们还是纷纷站出来捐款 在他们拿的私柴支持下 罗马海军又咬紧牙 建造了200艘性能更优越的新式舰船 为了应付恶劣的海况 这些船制造得比以前更加轻 变 苦罗马浮雕上的造船形象 公元前242年下 这支新军扬帆起航 向着西西里岛西部水域进发 加太基人却认定 罗马已经无力继续还在 便召唤舰队回国 以便缓解自身的资金紧张 结果 罗马人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 顺利包围了加太基海军基地 德雷帕纳 在将此地位的水泄不通后 罗马人猜到加太基舰队 会很快折回救援 于是 他们抓紧时间训练水手 准备了异常海上的围点大员 非常被动的加太基人 在第二年初 拼凑一支舰队北上 这些战船的水手缺乏协同性训练 船上还要装着大量的物资和援军 已经不适合进行高强度的海上混战 作为舰队的指挥官汉诺 计划将船上的物资运输到 位于艾瑞克斯附近的加太基军营 在换装精锐的陆军士兵上船 确保有万分准备再和罗马一战 然而 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 对手得知了加太基舰队动向 不顾天气等恶劣影响 决心在加太基舰队完成任务前 就拦截他们 加太基人计划 向北迂回增援陆军此时的罗马舰队 不仅改造了船体 还搭载了更好的军团士兵 加之水手训练完成 所以 即便在恶劣的天气下 仍然以极佳的状态迎战 他们的对手则因为船只普遍抄战 失去了一直引以为傲的水面机动性 在罗马战舰在埃加迪群岛展开 并迅速冲杀过来时 显得笨重而迟缓 很快 整个加太基舰队就被罗马人冲破了阵型 并陷入了可怕的单舰跳帮混账 一些船长选择丢戏载众逃跑 但更多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陷入了危险境地 最终 罗马人以二十艘船战沉 五十艘船受损的代价 击毁了五十艘加太基船 重创二十艘 并将其他七十艘船 和六千加太基人俘虏 这次海战 成为了压垮加太基战争立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西西里岛上的驻军 虽然还被覆灭 却失去了大部分增人补给 加太基元老院经过 仔细的盘算 决定将国船给了西西里上的统帅哈米尔卡 授权他全权处理这个死局 哈米尔卡不是傻子 他知道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投降 最后 他代表加太基同罗马人和谈 并签署了极为屈辱的条约 超代的加太基舰队 在群岛水域遭到迎头痛击 根据停战条约规定 加太基人放弃了西西里岛上的全部领地所有权 停止对罗马盟友的攻击 此外 需要无偿交还所有战俘以 并在十年内付清两万五千八百六十公斤银币的赔款 这也是加太基建国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 然而 他们种厄运还没有结束 公元前238年 加太基人因镇压叛乱 而不小心打死了几个罗马伤人 当罗马大使向其发难 加太基不知如何处理 只能拖延了事 罗马共和国便用武力为要挟 逼迫加太基割让了另一个地中海大道撒丁尼亚作为赔偿 第一次不逆战争结局 直接引发了后来的第二次战争质子 意大利 和加太基之间的所有岛屿被纳入罗马共和国囊中 但这份割地赔款的居入 也在一旦人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些人为了在战后弥补损失 尝试在西班牙地区大举扩张 这就为日后的第二次战争爆发 埋下了伏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